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区独立风波持续不断 乌克兰经济却迎风而起 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库比夫做客风云对话 为您解读当前乌克兰曾经提示 大家好 欢迎收看风云对话 我是傅小田 在今年5月份制作一带一路峰会特别节目期间 我们曾经走访了乌克兰驻华大使焦鸣 他不无感慨地对我说 乌克兰高度重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因为这个有着远见抱负情怀的倡议的提出时间 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 他们心怀感激 很明显 焦鸣大使所说的这个时间指的是三年前乌克兰危机的爆发 其实在三年前危机爆发之初 焦鸣大使就在第一时间接受过风云对话的专访 印象中他几乎是含内诉说了乌克兰俄罗斯两国人民 原有和该有的感情 以及对眼下正发生事件的悲痛震惊 转眼三年过去了 乌克兰怎样呢 会分裂吗 会妥协吗 还是会像他们所说的坚持自己的信念 秉持的价值观 永不认输 抗争到底 带着这些问题 我采访了乌克兰第一副总理 兼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库比夫 2013年11月23日 乌克兰首都基辅爆发了一场百万人参与的游行实位 涌向独立广场的民众扬起乌克兰国旗并高喊赶走土匪 要求时任总统下台 期间游血事件频发 死伤人数过百 被后人称之为血色革命 它标志着乌克兰危机的开始 而起因源自于意志协议的终止 2013年11月22日 游行爆发前一天 乌克兰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突然拒绝与欧盟签署 进行了近七年谈判的政治与自由贸易协议 这引起了国内亲欧派的强烈不满 自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下降近一半 经济水平只及上世纪40年代 许多人控诉政府停止入欧的做法 让乌克兰失去了大量的潜在投资 而政府则针锋相对地指出 加入欧盟将失去俄罗斯的经济能源支持 所带来的损失 乌克兰无法承受 事实上 长久以来经济衰退的乌克兰 在发展道路上一直走在向西入欧 还是向东亲俄的岔路口 西部大部分民众支持乌克兰加入欧洲一体化 而东部民众则希望投入俄罗斯的怀抱 基辅游行过后的克里米亚公投独立 以及如今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地区的分裂危机 都体现了乌克兰内部在外交发展政策上 存在明显分歧 2014至2015年 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伪计跌幅达16.5% 然而到了2016年 政治局势依然紧张 乌克兰经济却出人意料地实现了转亏为盈 老师克兰国民生的主要 你会第一次 总理的总理 在乌克兰国民生 和总理的总理 和销利 所以我开始请问 如何是在乌克兰的情况下 现在 你还说过了年 乌克兰国民生 国民生 开始增加了 由于其中的因素 而在影响 其中的因素 被隐忧 请你再去研究一下 以太多的女性化,至 töahlen由 Револю主義居住在2016年重大大的 对オリlanotется的选择军 但是我们以寻rops黄остабил化 这些三年estre女后 cured人的性化 做改善性性化的市场 优优独播剧场—— Президент України, уряд України, Верховна Рада системно прийняли більше 140 законів, які дозволили провести у відповідність ринкою відносини світовими стандартами. Зовнішні фактори – це відновлення довіри міжнародних фінансових організацій, бізнесу щодо інвестиційних проєктів, які збільшили відповідно на ринку. І це дозволило на внутрішньому ринку посилити позиції довіри, використати інноваційну інвестиційну привабливість і до розкриття бізнесу – приватної власності, державної власності, малого і середнього бізнесу, спільних підприємств. Як результат – це ріст і внутрішніх інвестицій, і зовнішніх інвестицій, то моцілі міжнародних фінансових установ і приватного бізнесу. Я би не відділяв вплив зовнішніх факторів, тому що самі зміни зроблені були всередині спільно урядом, парламенто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Це дозволило показник світового значення ведення легкості бізнесу із 156 вийти на 80-й, отримання два транші Міжнародного валютного фонду і Європейської комісії. З боку всередини проведена велика норма дирегуляції, започаткована велика реформа щодо податкового управління, і система підходу до оцінки перевірок бізнесу взагалі носить характер світового типу. 乌克兰在2016年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安全形势依然厌均. 自基辅广场游行过后,乌克兰内部斗争愈发激烈,并逐步引发了分裂危机. 2014年3月17日,克里米亚公投独立,并加入俄罗斯. 在同年4月和5月,顿涅茨克及鲁干茨克两州也相继宣布独立为主权国家,被镇压东部政变,乌克兰政府军与卢顿两地的亲俄武装分子发生冲突,乌克兰内战爆发. 起初,政府军一度占据上风,但随后,亲俄武装分子逐步逆转局势,并取得了无盾等地的控制权.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内战爆发以来,共有至少9,115人死亡,17,811人受伤,其中包括至少8,000平民. 并且至今,冲突还在继续,这也引发了乌克兰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两年多时间里,股价上涨一倍,货币则贬至三倍之多,民生状况令人堪忧。 值得一提的是,有国际舆认为,乌克兰政府军不抵民间力量,除了战略部署失策,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很有可能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维塔利·卓尔金在此前接受采访时,甚至不否认乌克兰境内有俄方人员,他说没有人试图隐瞒这一点,但是这些人是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前往乌克兰支援民间武装。 邓涅斯克亲俄派领导人扎哈尔琴科也曾表示,大约3000名俄罗斯志愿者在乌克兰与民间武装并肩作战。 持有乌克兰国籍的他在后来还提到,希望能够早日回到祖国俄罗斯的怀抱。 如何是安全思维的情况下,在北方的域用? 首先,我会感激 proch下了,关于乌克兰的政进行业, 当上反应与股енсâte,贸易经贵与同时, 我们说到4%的地域 和20%的地域 但是,我们的生意 但是,我们的生意 有硬的规矩 和专业的规矩 以为我们今天工作 认为了解忽略和忠义 和忠义的国家 和忠义的忠义 这种支持 这非常大信心 这种能力 明镜需要新闻,明镜需要新闻,明镜需要新闻,明镜需要新闻 明镜需要新闻,明镜需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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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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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明镜需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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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新闻